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2017年春运火车票的预售期从原来的60天缩短到30天 因此春运火车票的抢票时间就变得相对的集中 再加上2017年春运是近5年以来最早的一次春运 学生客流 物工客流都集中在同一时间段返乡 那么准备回去过年的人们买好回家的车票了吗 要抢到车票有哪些攻略呢 侯若宁是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大四学生 家乡远在哈尔滨 和很多同学一样 2017年春运火车票预售期为30天的消息一出 小侯就掐着日子算准了哪一天可以买到回家的车票 上周春运铁路车票一发售 他很快就加入了互联网抢票大军 之前打算就1月14号或者是1月15号回家 所以按照网上提前30天的预售期呢 大概是上周五就可以买14号的票了 但是14号大概我下午4点半的时候 登进去那个网站就发现票已经卖光了 所以我星期六的时候就开始买15号的车票 当天是下午3点钟开始卖 所以我提前就在电脑前面等着 对 然后最后虽然是买到了 但是过程还是很艰难 就那个网站卡住了好几次 所以我也刷新了好几次 然后才买到票 对 然后买完了之后 还觉得心跳得很快 然后就很紧张 小侯说这几天 他的社友同学们也都忙着 在互联网上抢回家的火车票 有的同学连续几天抢了好几次了 都没有买到 尤其家在广东或者江西的同学吧 票感觉特别难买 然后有好多同学还想着 大概第二天可以买到火车票吧 所以他们回家的时间 还一时确定不了 所以就可能还有其他的同学 就如果买不到火车票的话 就会选择留在学校过年 就不回家了 可能因为就火车票买不到 然后机票也很贵 来厦门读书四年 侯若宁抢了四次的春运火车票 他说在厦门的头两年 他过年回家要转好几趟车 路途特别遥远 但自从2014年厦门至吉林的 Z1044列车开通之后 他回家快多了 转一趟车就够了 最近几年的话 车票好像一直都不太好买 就比方说我家 我家离厦门又很远 然后而且每一年寒假的时候 都临近春运 所以飞机票又很贵 所以只能去买火车票 但是虽然说厦门这几年开通了 去往吉林的直达火车 而且还有和福高铁等等等等吧 按理来说 这应该给回家的乘客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年大家还是要抢票 像侯若宁这样的大学生 可以根据学校的放假时间 较早地确定回家的日期 春运前期的车票也相对好买 但是如果是过年准备回家的上班族 大多数就只能抢购 大年三十前一两天的火车票 于是很多计划购票的上班族们 正热切盼望又焦虑地等待着 大年三十前几天 铁路车票放票的日子 家在广西的许丽梅 就是其中的一位 因为工作的原因吧 就是差不多临近过年才回家 然后我是买到广西的车票 就是最近这几天 听周围许多人都说 就今年的票挺难买的 现在我是网上购票嘛 是方便了许多 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在 那个1236上面成功买到票 保佑我吧 许丽梅说 前几年厦门到南宁 就只有一趟火车 出运车票的紧俏程度可想而知 近几年从厦门到南宁 还可以经由下山县 和福县转车 车次多了不少 但是每年过年回家前 能不能买到车票这个问题 却仍然会让它煎熬很多天 过年总是要回家的嘛 如果真的买不到票的话 就只能坐汽车啊 或者到广州 或者深圳那边转车 就是这几年高铁新增了很多路线嘛 但是就是直接或者间接都能到我家 对于大学生上班族这样熟悉互联网 能熟练使用手机APP的旅客来说 在网上抢到一张春节回家的火车票 还相对容易一些 那些不会使用互联网 或者不知道该上哪儿 蹭网买票的旅客该怎么办呢 在厦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 来自河南的务工人员张伟希望买到 过年前回老家河南光山的火车票 买18号19号的下个月的 那个票会不会好买呢 那都不知道了 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 在售票窗口 售票人员告诉张伟 下个月18号19号 到河南光山的车票都已经卖完 让他明天再来看看 能否买到20号的车票 为什么不用网络购票啊 我们没有打钢了 哪里在网络下去操呀 或者再买方便一点 这几天老家在重庆的张文琴 每天都到厦门火车站的 售票窗口买票 但每一次咨询的结果 不是车票卖完了 就是车票还没开售 所以现在每一天 张文琴都寄望于第二天 能买到回家的车票 你为什么不用网络购票的方式 我眼睛大了 不会 不管是网上购票 还是到窗口买票 每一张回家过年的火车票 都承载着每位旅客 对何家团圆的期待 那么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们又发来了留言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是要买回江西九江的车票 普速列车可以 动车或者是高铁也可以 但是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买到票 我朋友是四川的 但是就是回家的时候经常抢不到票 就只能坐飞机回家 但是春运的时候机票又贵 所以有时候会在 没办法就待在厦门过年 但是过年不回家也不是个事啊 今年铁路级不知道会增加多少零客 最好是能找一点发布信息 这样我们好安排行程抓紧想票 因为我们肯定是要大连三十 前两三天才可以回家的 那几天的票实在太难买了 如果这期间增加一些零票的话 可能票会好买一些 好 感谢互动平台上观众朋友们的参与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按照现在的三十天的铁路车票预售期 今天互联网售票和电话订票 同时开售1月22号的火车票 而1月22号正是春运节前 铁路出行高峰的第一天 因此从今天开始 厦门铁路方面每天的售票量 都将在十万张左右 其中有百分之七十的车票 会通过互联网购票 和电话订票的形式售出 百分之三十的车票 通过车站窗口和代售点发售 由于窗口和代售点的车票 开售时间要比互联网晚两天 那么对于这百分之三十 通过窗口和代售点购票的旅客 如何能更好地保障 他们购票的公平呢 座位一张一百五十块五毛 要坐两天 那么1月24号都买了两个 1月24号还买不到 从上周铁路春运车票发售开始 厦门火车站的售票人员 朱可可就进入了这样忙碌的工作状态 今天春运节前售票高峰正式来临 朱可可一天要在售票窗口 坐上十几个小时 就人山人海 然后我们基本上都是 加班加点在帮旅客查票 然后基本上暂停或是上厕所的时间 都是尽量压缩的 朱可可说 因为窗口售票比互联网售票要晚两天 因此实际上窗口每天只有四五百张的车票发售 但是每天前来询问是否有票的购票旅客 却远远不止这个数 每天看着很多旅客买不到票 失望地离开 朱可可就特别想把一些购票攻略告诉他们 我是希望说大家买票可以网络售票跟电话订票一起进行 比如说因为它三点的时候是一起抢票的 有的网速不好的可能电话订票它能打进去 就可以一起进行多手两手准备 可以增加几率 然后除了每天的放票点以外 一般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因为电话订票它有个十二点如果不取它会有反酷 这也是一个可以抢票的时间 所以可以提醒旅客可以除了每天的放票点以外 中午十二点还有早上一开始六点 网站刚开始售票的时候可以抢一下 可能可以减漏 和往年相比 今年铁路春运车票发售最大的不同 就是车票预售期 由原来的六十天缩短到了三十天 所以旅客购票时间会更加集中 可目前看来还有不少旅客对预售时间还不太清楚 网上跟电话订票三十天 窗口只有二十八天 那很多旅客他会不清楚 或者是窗口售票跟网上购票时间弄混 导致就是提早过来排队结果买不到票 或者是网上错过了购票的时间 所以希望就是旅客可以了解一下 今年是有一个调整 对于不熟悉网络购票的这部分旅客 厦门火车站也尽量采取一些便民措施 比如提前与大型用工单位确定车票的预定 动态延长车站售票窗口的售票时间 在车站售票厅也尽量通过靠前服务引导旅客进行电话订票和网上购票 我们在售票窗口也专门设了团体专舱 这项工作我们在10月份已经完成了 可以在我们车站的售票窗口办理团体的申请 可以一半票在网上卖 然后一半就是在售票窗口上卖 就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公平一些 就不要同时就是放票这样子出来 我们的工厂以工厂为单位的或以大规模聚机为单位的 是不是有可以来做到这种帮他们带购票 带网络购票 网络我们说现在甚至现在叫说叫网络抢票 如果有这样的模式可能让他们能更方便的能购得到票 在铁路方面看来2017年春运的车票之所以抢手 主要还是因为春运节前的客流量高度叠加 我们了解了一下厦门这边几所大章院校的放假时间 都要比我们春运开始还要晚 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的学生流和民工流会产生一个叠加 恐怕大家的顾虑主要是这个 但从我们铁路运能的准备来讲 从这几年的运输组织上来讲 应该说我们每年都在赶上 因此今年称之为最难 我想可能大家还是理解上有一些误区 当然因为这个客流的叠加的问题 请旅客有条件的时间匡域的 尽量不要集中在春运的后期出席 究竟怎样才能更公平合理方便的 让更多旅客买到回家过年的火车票呢 我们再来听一听互动平台上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除了互联网售票之外 我是希望我们的售票双口可以多开一些 开在不同地方 这样我们买票会方便一些 买票的成功机率也会高一些 我觉得避开高峰期可能会比较容易买票吧 就是能早回家的人可以早一点回家 然后把后面的车票还有零客的车票 都留给那些一定要等到大年赛之前 才能回家的人 这样的话应该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过年团圆是传统 所以就是如果不回家的话 可能和父母长辈也交代不过去 就是希望铁路部门能够多为大家考虑一下 然后售票方式更多元一些 更合理也更公平一些 好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参与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在2010年福夏动车正式开通之后 厦门铁路枢纽的列车班次不断增加 铁路网布局日趋完善 2012年7月1号龙夏铁路开通运营 厦门铁路每天增开至龙岩的列车7.5对 2013年9月26号 昌幅永浦县开通运营 厦门每天增开至南昌的动车6对 至九江的动车1对 至汉口的动车2对 2013年12月28号 下深铁路开通运营 厦门和深圳之间有了类似乘济公交的动车班次 2015年7月1号 和福高铁开通运营 厦门进入高铁时代 增开高速动车组列车16对 可直达北京 青岛 徐州 合肥 贵阳 长沙 2015年12月26号 赣锐龙铁路开通运营 厦门每天增开至赣州的动车组列车2对 截至2016年底 厦门铁路枢纽 每天共办理客运业务列车171.5对 其中厦门站56对 厦门北站115.5对 应该说这几年来不断扩充的线路 不断加密的列车班次 给旅客的日常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春运火车票难买的现象 2017年春运 厦门铁路枢纽两个站点 每天将开行列车232趟 与2016年春运相比 铁路运力再次提升 我们睁开了20趟的动车 还有两趟的普克 应该会每天会增加1万多张的车票 今年的话我们预计春运这个发送 两个站发送量会达到310万 比去年有大约10%左右的增幅 应该说一票难求是有了比较大一点的环节 当然这个旅客同志们还要大家 就是安排好自己的行程 尽量错峰行 线路在增加 班次在增加 但是旅客量也在逐年上升 铁路方面春运运力的扩充 只能尽可能地满足旅客的实际需求 当然一年一度的春运 从来不只是铁路一个部门就能完成的 还需要各个运输行业 社会各界的协同配合 让大家都能顺利地买到春运车票 让返乡的路程更好走 这始终是每个人的期待 我们每年都能看到很多旅客买不到票 很遗憾 回不了家 因为春节是一个很重大的节日 我们都希望旅客可以买好票 然后赶得上车快开心心地到家过春节 铁路可以尽量多地增加班次 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 能够尽量输送尽量多的旅客 其他方面的话 我觉得可以飞机票降价 或者是出售更多的打折机票 这样不仅能让更多的人回家过年 而且还可以缓解铁路运输的压力 有的人可能为了抢票 把刷新那个抢票网站刷到手软 然后有的人因为买不到火车票 可能就不得不推迟回家过年的时间 或者干脆就不回去了 我希望这些现象 在以后全都不会有了 大家以后再想到春运 想到的就只是家的温暖 还有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的快乐 而不用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够回得去 安得火车千万趟啊 让回家之路都顺畅啊 是不是这是我们最简单的希望 他们能平平安的到家 一年辛苦一年团聚 增加非常非常多的运力的 可能这些也不太合适 但是我们最想的 不论如果你调增加站票也好 让他们购票方便也好 让他们能正早的能拿到他们回家的票也好 我们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希望他们回家的路上 一路平安一路开心 我希望我们这个车站的春运出行 对大家提供的方便便利能够得到大家的肯定 同时我们希望每一年我们都在进步 希望每一年都是史上最好的一年 一张小小的火车票牵动着几亿中国人的心 方寸之间饱含着对回家的渴望 对亲人的思念 还有浓浓的相愁 要让每一位归心四建的旅客 都能轻轻松松地踏上回家的路途 根本出路还在于加快铁路建设和发展 加快形成系统完善的铁路运输网络 按照铁路部门的规划到2020年 我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将达到12万公里以上 铁路的运输能力总体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那么在现实情况下 面对春运这样一个数亿人的流动 尽管一时还治不了本 那就先从治标开始 依靠铁路方面不断提升服务 合理配置运力 同时依托更多社会资源的通力协助 共同努力 让更多一厢人搭上回家的车 享受故土和家园的温馨 好 感谢在互动平台上参与互动的观众朋友 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刷一刷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和我们一起关注身边市 评说身边新闻 感谢收看 明晚同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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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